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曾经被骂爆的韩国广告 这些广告都是在2016年前制作的 韩国的一家烧酒广告 酒跟女朋友的共同点是 在一起越久,钱包就变得越空 这是韩国保健福祉部的广告 一个男生背着女朋友的包包 双手都拿着购物袋 都可以交给男朋友 但是不要连避孕都交给他 饮料广告 天都热死了,男朋友竟然没有车 咖啡饮料广告 我是大学先生 来学校的时候不需要带钱包 哦,那里有钱包在见过了 前辈,给我买咖啡吧 利家咖啡饮料 20岁的告白 这是一位女大学生对当兵的男朋友说的话 当时论坛上都说 留下女友去当兵的男生看到这个广告的话 应该都会产生逃离部队的冲动 最后是2006年演员男公民出演的牛奶广告 男公民老师初次上班 讲台上有一杯牛奶 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用手指沾着喝了一下之后 因为女学生站起来非常开朗地说 这是我们一滴一滴收集的 虽然这是有模仿一个电影 但是这个广告如果是最近播放的话 对于今天的这些广告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以光苏与金木斌的粉丝差异 以光苏与金木斌目前正在出演综艺节目 OtjotaSajang2 学生客人们访问 哦 这不是我吗 结算的时候遇到了金木斌的粉丝 以光苏哥哥也在这里 我 为什么 总之见到你们很高兴 是真粉QQ 旁边是雨节色吗 QQQQ 这张照片真的是传奇 裂开的奶油夹心面包 有的亲股PPG成员Una 因为哭的样子很像是裂开的奶油夹心面包 所以粉丝们就这样称呼哭泣的Una 而这个奶油夹心面包 前几天又裂开了 正在等待一位发表的PPG 睡眠后一发表一位就裂开的奶油夹心面包 但是突然想到 Una与粉丝们说好的一位公愿 跟AI一样跳舞 敬业的Una 虽然是哭泣了 但是在安科舞台 Una哭得也太可爱了 再哭都能唱得这么好 是谁曲的绰号呢 QQ 疯了QQQ PPG继续大发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就算打GYP巴掌出去 也能合格的联系生 这位就是 TWICE奶昂 奶昂在出演选拔TWICE的SYSTY节目的时候 在韩国论坛流行了这句话 但是奶昂没有打GYP 却强力敲打了粉丝们的心脏 我们来看一下 不管什么风格都能胜任的哪样 酥酸 你不太会 哇 5个 4个 5个 1% 5个 5个 1% 4个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摸乳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